国际师子会全国势力照护网结合中山医学大学试光学系 日前在平林国小举行台湾势力照护网专案势力筛检及宣导活动 为平林国小学童检查势力 并且提供弱势学童免费配进 呼吁孩子们从小就要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 为了让学童了解维护势力的重要性 国际师子会全国势力照护网结合中山医学大学试光学系 在平林国小举行国际师子会台湾势力照护网专案 势力筛检及宣导活动 为平林国小学童进行势力筛检 并且提供弱势学童免费配进 希望借此呼吁学童从小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 最主要就是要来照顾照护偏乡地区眼科医疗资源 比较缺乏地区的社区的民众跟学童 那今天是我们第五分区主席王世贤主席 他因为这边有需求 然后就我们来这边来服务 国际师他们的统计 全台湾学童的势力越来越严重 所以变成说变成一个国并 所以我们师子会从1917年创立以来 一直都是把势力维护 就是iCare这个当作一个很主要的服务项目 平林国小校长吕金荣表示 这次师子会所提供的视力筛检项目 除了一般检查 另外还包括了立体视觉检查 眼底照相 中心视野筛检 色彩视觉检查等等 更加深入 也可以更完整地了解学童的视力状况 有几位同学视力真的有差别 而且比以前好像有一些退化 所以我们也刚好借由这个机会 赶快通知家长 让家长带他们到市区里面 更好的一个诊所 来去做一个矫正或者治疗 平林区区长市民会 也对师子会长年来 挹注平林多元且丰富的资源 申表感谢 并期盼能有抛砖抑郁的效果 号召更多爱心人士 投入偏向服务 非常感谢我们国际师子会 跟我们中山医学大学的学生们 一起来关心我们这平林的 小朋友跟长辈 让他们能提早预防 发现视力的问题 眼睛是灵魂之窗 透过筛检可以提早发现 提早预防及治疗 也让学生能够从小建立 正确的视力保健观念 记者声明正门奇 平林采访报导